好,那再來的話第一個問題,剛剛提到的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today的這個 今天的年月日變成什麼?變成民國年 民國年這個格式的話就長,如果要長得像這樣 而不是標準的,所以第一個民國年,然後斜線改成點 月日如果個位數是補0,好像今天好像應該是幾號,8月10號 那8月的話變08,10號就是10,這樣不用動 那後面的話刮斧要週期,那如果希望這個地方改成剛剛那樣子怎麼改 那不是叫你土法令剛自己打嗎? 如果你假設欄位一堆的資料都是長這樣,那你怎麼所動改 所以第一個,如果你將來要變更格式的話 特別注意,請你按滑水的右鍵 那一樣嘛,出身格式 那出身格式的話呢,第一個喔,因為他要的是民國年 那民國年請記得喔,這邊有一個叫行事曆的類型 底下的話就會有中華民國曆 OK,就會中華民國曆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喔,因為可能有一些同學的 Excel的版本喔,不是繁體中文版的話 那就不會有中華民國曆這個東西喔 因為之前的同學喔,上課的環境 可是他用的環境,剛好有些外商公司 其實是用英文版 所以他沒有這個東西 那沒有這個東西很抱歉,不然你就用西元年就好 你就不要改成,今年應該是110年嘛 你就改,反正就2022好了,你就保持西元年,你就不改 OK,如果你有中華民國曆你就改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我要改成長得像這個嗎 可是這個好像有一點相似 但是問題喔,他斜線我要改成點 然後各位說一下補0的話,這邊沒有 還有後面他這個地方沒有什麼呢 周極,刮鬍周極,那怎麼辦 那跟各位講喔,請記得一個訣竅 第一步的話喔,你可以先找個接近的 比如說這個是最接近,你就先找他 第二步的話呢,請你記得喔,這邊有個制定 也就是說喔,假如你將來的那個格式喔 在那個清單裡面沒有辦法找到一模一樣 你需要的喔 這個時候請記得喔,有一個功能很重要 就是制定 那制定的話呢,就是說你可以喔 再去改成你要那個樣子 那怎麼改喔,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喔 其實又可能還是要多慢慢習慣或者學習 一個所謂的格式化的公式 那公式其實也不難理解啦 其實也不需要特別背什麼 你只要切過來之後喔,你會發現 他背後的公式就長這樣 那其中的話喔,你講有些看不懂沒有關係 反正有些猜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這個1的話應該理論上 有沒有1md有沒有 那1的話理論上應該指的是這個 然後這個m的話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這一個 d的話指的是這一個 那斜線的話呢,就是他中間分格符號 可是喔,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我今天要改成 斜線改成點怎麼改 其實跟各位講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其實你踹踹看應該也可以踹得出來 把斜線delize掉 改成點 那另外你也可以看一下上面的狀態 有沒有,這邊變點了 所以喔,改其實不難改啦 或者你可以踹踹看 頂多是改錯再改回來就好了嘛 OK 好,所以第一個 斜線改成點 有了有沒有,上面就OK 那第二個是說,如果我要各位數字 比如說8要改成08的話 那這個地方只有個m 那如果要多一碼 你想說多一碼很簡單嘛 補一個0嗎 你會發現補一個0之後上面變00 顯然不對 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啦 如果你要兩碼 在那個內線的規則裡面有個叫做 m打兩次 就叫mm mm的話意思說 如果他一定要兩碼 如果不足兩碼 他會自動要補一碼的意思 那這個規則喔 不是只有sale 我記得好像在access也是一樣的道理 好像在資料庫裡面 也有很多地方也是類似的概念 那一樣啦 如果低的話呢 那就是滴滴了 年不用11啦 年的話反正就1 本來就是對的 就不用改 那這個中瓜糊喔 我在想說 這個是把它改成民國年的 一個算是他的規則喔 所以如果你把它delete掉喔 他好像沒反應 理論上應該前面這個應該是指的是 繁體中文的那個 就是規則 那如果你是英文的應該是這一個 有沒有他中瓜糊 拿一個前的符號 zs 他不見了 所以記得喔 假設你這邊切過啦 記得是先選這一個安置定 然後我剛剛改的話 改這個 就是斜線改成點 然後 第二個是這邊改mm 然後d的話改dd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已經大概改得差不多了 最後就是周期 周期的話就是 瓜糊嘛 那裡面呢 要周期 那可是問題周期喔 要放什麼 周期你總不能說 今天是周三 星期三你就打個周 不對啦 OK 所以怎麼辦呢 記得喔 有個方法 就是三個a 1 2 3 有沒有發現 三個小a之後的話 那這邊就周期了 OK 好按確定 那當然你想說 老師那我如果要星期幾的話 再多個a 星期幾了 那如果 就是三個跟四個啦 那你想說 老師那五個會怎樣 我是沒試過啦 五個好像也是周期 有沒有影響 OK喔 那他規則裡面就這兩個 那 周期 OK按確定 那第一個我們就完成了 不過可能會有同學說 老師那為什麼 你知道那個周期就是三個a啦 那其實跟各位講喔 我怎麼知道的 很簡單 你可以先點日期 底下這邊應該 改回西例吧 西例裡面應該就有周期了 有沒有 那周三呢 如果我想知道背後的公式 很簡單嘛 制定一下就OK了 那這邊不是要告訴我這三個a 那其實我就把這個三個a 補到那邊去就可以了 所以有些地方 假設有些規則 你不知道 但是他在另外一個地方 有出現過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制定一下 看一下 把這三個a 放在你指定的位置 其實就會顯示出來了喔 這個可能要 稍微 就是 了解一下 OK 那我們這樣完成之後的話 第一個問題解決了 第二個問題呢 那假如說 我希望這邊 鬧的話 他可以 做出一樣的效果 可是如果我假設啦 他有個簡單方法 就是複製格式 把它貼過來 格式就一樣了 有沒有 複製格式意思 其實就是把背後的公式 放到底下這個儲存格 但是問題來了 你想說 可是 我除了希望 顯示年月日週幾之外 我希望在後面還顯示幾分幾秒 AMPM 那我該怎麼做 OK 其實 道理一樣 我剛剛講過 如果你不會 那怎麼辦 一 你可以按滑鼠右鍵 出生格式 你就找 那個AMPM出現的地方 比如說是時間 那時間這邊有沒有AMPM 這邊不是有 10分 然後AMPM 那我想知道這個規則 的公式 他應該怎麼去寫這個公式 你也不用背 反正你就怎麼 先選到這個 選完之後怎麼樣 自訂一下我就好了 自訂的話 他會出現那個公式 你就把那個公式 直接就是複製起來 但是複製有一個 有一個小技巧 就是 分號後面的東西不要 所以從分號一直到 那前面這個中瓜湖也不要 也就是中瓜湖到分號中間的這一串 是我們要的 那我們要的話呢 你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有沒有 OK 記得喔 中瓜湖那個不要 分號後面的也不要 複製完之後 取消掉 因為這個其實我只是要拿這一串公式 然後再來怎麼 按滑鼠右鍵 除成格式怎麼樣 他一樣自訂 那我就把這個公式 應該貼到哪裡呢 記得喔 貼到後面嘛 所以呢貼到周三 後瓜湖的有沒有 跟分號中間這裡 那習慣上應該是一個空白 然後呢貼上 剛剛的那個公式 貼上之後的話你會發現喔 其實這個公式就是H 貼號MM 那如果你要秒 秒是不是在貼號SS 我不知道啦 你們其實可以試試看喔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就顯示出來 有沒有 就是 今年的8月15 8月10號 然後呢 7點12 而且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現在7點12 如果你把它RUN一下 他應該會更新 他又更新了 OK 好 那請各位試試看喔 就是說 我們如果要想要把這個格式 改成像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那怎麼改 OK 特別是喔 主要是出身格式裡面 製定一下 OK 那再來的話 後面喔 我們還希望喔 請各位再練習第二個 常遇到的問題 第二個除了格式之外 還有就是說 年月日還有禮拜幾 甚至十分秒的資料 我想要把它分開來 所以後面的話喔 假設你要拆解這裡 這個資料 如果我今天希望喔 取得年 哪一年 哪一個月 哪一個日 哪一個日 十分 十分好了 OK 那如果這個資料 我希望把年 月日 週幾 把它拆過來 然後這邊的話是 年月日 週幾 十分 那怎麼拆過來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 謝謝 謝謝